一宗近期在内地是非常重要的 亦是被广泛讨论的丑闻 涉及运输车这些灌体车 原来装完煤油工业用油之后 洗都不洗就会装食用油 真是吓死人 成为了近期在内地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香港不是很见到大家有什么讨论 这两三天开始基于涉及的央企 譬如中储量 都是要正视问题 所以才有一个比较广泛的报导 事件来自内地新京报 北京的一个知名的报章 7月2日经过了一个长期调查之后 就发现公布中储量用的油罐车 一方面就运输煤制的油 一方面就运输一些烹饪油 豆油和糖漿 中间是没有清洗的 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震论 很多人说原来中国的食品安全 依然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星经报》的说法就是 今年5月份就有一架混油车 油罐车 就由零下将一些煤制油 运到河北巡黄岛 大家都知道 巡黄岛方面也是煤的重阵 三天之后 这架混油车 又去到河北烟交的一间粮油公司 就装了一车的食用大豆油 整个过程里面 这架混油车都没有洗过灌 在天津一架混油车 同样也由零下运送煤制油去到河北 司机卸货后就趕去天津 卸完煤制油后 又同样没有清洗 又去装食用油 涉及的两间公司 一间就是中储良 是央企来的 7月6日 就在微博承认 7月2日已经要求 蛤油资公司下属 就开展排查工作 在7月5日开始 在全系统深入开展 专项排查 南方都市报就说 真是令人意外 中储良这些央企下属 天津分公司居然是涉事主角之一 但是现在中储良的做法 就说要立法终止 运输相关的合作 列入这些不用灌公司 服务采购的黑名单 又要求直属企业 要全面排查 相关运输城运单 的运输工具 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规定 运输过程中的操作 是否规范 星岛都有引述 中储良 亡羊保路的同一时间 消费者都有不少困惑和错愕 因为这件事的性质 完全不同于一般地溝油 通常来说 市民只要不贪图便宜 选择一些大品牌 选择一些知名的厂家 就能避开所谓劣质食用油 但是大品牌 都在运输环节出现 化工油食用油混合的情况 这个漏洞 显然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 这个不单止是 煮饭炒菜的问题 还有面包、薯条、烘焙、蛋糕 基本上是囊括所有食品领域 简单来说 如果这次的丑闻是一个广泛现象的话 内地确实无人走得脱 除非这些油是特工 但特工的油如果需要运输 用油罐车运输的话 特别是由出厂到包装中间 会不会都有这个风险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但新京报也好 南方都市报都说 其实食品类的液体和化工液体 运输一起是混合不清洗 居然也是很长时间以来 一些灌车运输行业的秘密 南方都市报就说 这个说明食品安全大过天 只不过是一个愿景 几十吨的灌车 残留几十斤的化工液体 混合食用液体之后 这就不是一般的食品事故了 这里美国之音都提及了 中国官媒在沉默几日之后 都要忍不住说 这种做法是无意 是一种公开投毒 也是对食品安全法的公然挑逸 也都对于消费者安全和生命健康 构成极大的漠视 其实这件事在7月2日引爆 去到7月6日央企中处良回应 官媒方面也有比较多的覆盖 包括央视也说批评这种做法是透督 曾经出任《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说 中处良卸完梅油后装大豆油性质是非常恶劣 已经属于换忽职手序 外部监管机构应该介入调查 让公众一个交代这样说 其实现在内地都有很严格的所谓食品安全法 这一个法案在2015年推出来 当时被指是历史上最严格的 事后很多人都说 其实很严格是写就是很严格 但执行如何实施变成了很大的疑问 因为在追踪食品来源方面 中国本身涉及的环节和农业亦分散 来自国际食品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霍夫曼当时都说 中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 几十万的小型食品交易商 就在这些农户收购农产品 然后再加工 你想想这次事件不是在铲油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而是在移动油的时候 中间在清洗环节出现了问题 所以难怪连中储量这些央企级别 在内地属于极大规模的食品公司都惹事 另外一间中招的就是河北三河回复量油 那间规模当然跟中储量没得比 那它品牌是回复来的 不过它出现了这件事之后 它就说市面上销售的回复食用油和被曝光的食用油是无关 因为我们这些油都是自己生产贯装 买的散油都是其他人用我们的油贴自己的牌 那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生产商 或是贴牌商就跟它买 因为这些油是比较便宜的 就买了油之后就自己再贴牌下去 说是自己品牌 就是OEM有些似 所以它就说不关它的事 但中储量就没办法了 它旗下那些金顶油 终于亦都出现了下架的情况 基本上承认了它是有这个问题 说真的它是一间天津的分公司 你说其他分公司会不会监管人员也好 那些冠油车 这些混油车它们本身就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其实公路费用都是相当高企的 而且经济又好生意又一般的 所以它们就在混送油的过程里面 尽量都令到车装满油的 但是每次去装一些工业油和食用油 都要去洗车的话成本其实都高的 而且涉及可能几百元洗一次 而且洗车本身都挺高风险的 之前也有报道过 有一些危化车的司机 在清洗草罐的时候中毒身亡 本身清洗这些化学品都是挺高危的 所以令到加上当局的监管有时就写 有个法案就是说 必须要用不同的油来分装 油罐车来分装 但是如何执行呢